Hello 我是Tiffany 不知道大家是否習慣看這個背景 我們最近在教室做了一些改造 也換了一些傢俬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歡這個背景 喜歡的話我當然會繼續用 如果不喜歡的話可以告訴我 有什麼可以再改善的地方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今天做的系列是 Grandma不時最重要 為什麼要做這個系列 因為我發現很多香港朋友 他們學英文的時候 都會很留意 Grandma有什麼錯 He She It 後面 Verb You 加 As 之類之類的東西 他們好像學英文 就彷彿等於學Grandma一樣 他們就覺得 學Grandma當然是學英文的最重要部分 但其實事實上 我們學英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傳義 即是表達意思 事實上有些Grandma錯誤 可能是一些Native Speaker 甚至是說話很厲害 用語文很厲害的Native Speaker 特意去打破一些文法規則 來表達意思 例如有什麼例子 我想到一個星球大戰 Star Wars 電影系列裡面 其中一個對白是這樣說的 Do or do not There is no try Do or do not There is no try 這句話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物 就是尤達大師 Master Yoda 即是綠色的那個人說的 大家可能都見過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他有點像迪士尼的三眼仔 架皮版的三眼仔 如果沒有看沙窩 可能不太熟悉 但尤達大師曾經說過 這句話就是 Do or do not There is no try 意思是 要不就做 要不就不做 是沒有嘗試的 大家可能會覺得 我們平時學文法規則 就會覺得 There is no 即是沒有 沒有存在 No 後面一定要加noun 我們要說 There is no trying There is no trying 就沒有說是這回事 Trying 就是 try加ing 變成動名詞 gerent 這樣才適合文法 事實上 我們在這個句子裡 如果我們說 There is no try 而不說 There is no trying 除了感覺更簡潔之外 還有一種簡明 很容易明白的感覺 所以我們說 There is no try 那個叫做節奏 是會更加好聽的 Do or do not There is no try 就形成了 4加4 這個結構 其實聽起來 就會更加 catchy 即是你一聽就會記得 好像有一種很順口的感覺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編劇也是專門沒有說 There is no trying 而是 There is no try 沒有自然說出來 給你一個感覺很簡明 但意義又很深遠 很有智慧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這個星球大戰的系列 其實我是一個long time fan 我很喜歡看星球大戰的系列 不知道大家有看這部星球大戰的影片 喜歡它的什麼部分 我有些學生很喜歡看他們 握戰機 我自己喜歡聽他們的對白 因為他們的對白非常精靜 好像舞台劇一樣 很有智慧 有些人喜歡看他們的服裝 或者那些攝影 其實都是很精彩的 雖然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很商業化的製作 但無可可應都有一定的標準 有一定的水準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去看 如果會看的話 你之前也有看過星球大戰這個系列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最記憶 最令你印象深刻的電影對白是什麼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東西 可以從中分析給大家聽 希望你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這段影片幫到你的話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Subscribe按鈕 旁邊的鈴鐺 我們出片的時候 你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如果你想聽我更多的分享 我會在我的Podcast上 作詳細的學英文分享 你可以去Apple Podcast Store 或者Android相應應應 或者去Spotify 可以下載來聽聽